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心说 听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来的讲师高洛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前面呢 咱已经学过了多种分支结构了 对不对 那这节课呢 咱们要学潮状分支结构 那什么是潮状分支结构呢 是不是新的语法呢 其实它不算新的语法 只是将前边咱们学过那几种 组合在一起使用而已 那什么样的情况呢 比如说 我们来看一下 打开我们的程序 哎 这大话 前面当写的程序是不是都一层啊 对不对 这样 比如说 如果 W 大于三 对吧 然后 我们怎么样 否则 是不是又怎么样了 是不是这样结构 但是大于三的时候 里边是不是写代码区域 请大家记住一句话 什么呢 只要是大括号就是一个代码区域 在大括号里边可以写任何你学过的代码 听到吗 所以在这里边 我能不能再写个一负语 就是啊 当成B 得大于五的 可不可以啊 可以 对吧 否则 如果 那我可不可以在这里边再写一个 如果 大于六的 大于三的 可不可以啊 可以吧 在否则里边能不能写 如果 Dollar for B 比如说 大于五的 可以吧 是不都可以啊 你看这种 在 这个条件成立的情况下 在这里边还是个代码区域 对不对 在判断这个条件是否成立 对吧 这条件成立的话 在判断这个 就一层层层层 如果最外边的大门都没有开 里边就根本进不来 所以呢 外面没开 里边的根本没执行 对吧 所以像不像潮状的 只有外子开了 再进里边层 里边层才进到外边层 对不对 就像咱前边 跟大家说过的例子一样 你只有先 在公交车上遇到妹子 对吧 然后呢 才能跟她搭讪 对吧 如果搭讪成功了 才能约妹子 看那样 吃饭 对不对 那如果这个都可以的话 才能去见家长 然后才能结婚 才能生小孩 然后才能用 自尊后代 对吧 所以呢 你要是第一个条件没满足 你根本都没遇到妹子 对吧 那你就甭想后边的没事 对吧 所以这就是潮轴分支 外层满足了才可以 进入里边 那同样在这里边 还可以有多层 比如这里边 可不可以写这个语字呢 SWITC switch 可以在这里签到这个 可以吧 在switch case里边 break 里边可不可以写一副语字呢 可以 完全可以 知道吗 但是我给大家的一个建议是什么呢 对 妹子刚才说了 你瞅 好乱啊 对吧 那建议 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 什么建议呢 就是 线套的层次 尽量别超过三层 对吧 那 绝对不能让它超过五层 于法上是支持什么呢 多少层都可以的 对吧 但是一旦超过三层或五层 怎么呢 结构就特别的乱了 对吧 一般的如果你要超过五层的话 肯定有办法优化到三层 或者四层一里 对吧 你要是非得要五层以上 那肯定是你逻辑有问题 所以你要多想办法调整程序 肯定能做到三层一里 对吧 最起码不要超过五层 这给大家建议啊 于法是支持很多层的 听懂啊 那咱们就 做一个例子 好吧 比如说 现在我想做一个这样的例子 什么呢 男的 现在我刚看新闻是要延长退休年龄 对不对 那比如说 男的 六十岁退休 对吧 女的 五十五岁退休 这是现在法律规定的 是这样的吧 那现在呢 我给一个人 一个人的名字 但是名字 咱是不需要用的 对不对 一个人的名字 一个人的性别 一个人的年龄 那咱用成语去算出 他还有多少年退休 或者退休了多少年 听说吧 所以呢 咱们这时候可以做一个 一个名字等于 比如说 随便的一个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名字就叫 哈啰老师 您叫叫叫叫叫什么呢 就随便写一个吧 叫他哈喽吧 随便能写一个名字 然后咱们这话 它是怕有个性别啊 性别等有两个值 对不对 对 比如说咱就是男 对吧 然后大陆夫 再来一个年龄 等于 比如说三十岁 咱假设一个 对吧 那针对这个成语判断 男人或者女人 多久怎么的 多久退休 或者是 还退休了多少年 对不对 首先呢 咱们得先知道 他是男的是女的 对吧 才能知道退休年龄 是不是这样的 所以呢 咱们就得先判断 如果当时性别等于 男 男 那不是男 那就是什么 对 对 因为 国家法律规定 就是男和女 没有泰国人 对不对 嗯 然后如果是男的 是不是就判断年龄啊 对 只有是男的才能判断 他是六十 还是多少年龄 对不对 是女的才能判断五十五 是不是有这样的一个结构啊 如果不知道男比的话 你执行里边 还有多少年退休 是不准的 是这样的吧 所以这话 是男的 如果 大陆夫 年龄 大于 六十岁好像也在上面 应该就大于六十 是这样的吧 然后 输出 谁呢 大块里边是签上编量啊 这个 就是哈喽这个人 对不对 还有 因为大于六十 大的是 就是已经 已经 退休 退休 已经退休 年了 为什么我这么写呢 因为这里边 我要 加个表达式 什么表达式呢 要 什么 因为大于六十 就是当期年龄 肯定是大于六十 对不对 减去六十 是不是就已经退休多少年了 对不对 否则 这块写 是 男人 是吧 已经退休了 那否则 这块书家 从就是啊 输出 跟这个 语法是一样的 那不大于六十 是排在上班的 对吧 那这语法格 咱们拿过来 这个人也是男人 对不对 还有 还有 多少年 这就得变成谁了 对 是不是还没退休呢 就得六十减去这个 还有这一年 就 怎么呢 退休了 对吧 那女人这块 如果大老夫年龄 大于五十五岁 否则 对吧 我只要拿上面的语法 改一下 他这个人是 女人 女人 因为只要进入到 这个大的否则里边 肯定就是女人 对不对 我不用非得用 这个变量价吧 对 对不对 这块也是 是女人 已经退休 多少年了呢 这块 减去 五十五 当然这块 你可以做一个变量 对不对 不然那国家法制 一变化了 六十岁 比如变成六十五岁退休了 五十五岁变成六十岁退休了 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得改成代码 改这一个地方 改这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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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前面做个用户变量 是不是就好了 我前面跟大家重点提过 如果用值的地方 尽量把值先放到变量里再用 是不是 对 打扰这个做例子 这个设定不到 我就不如多说了 对不对 对 然后还有 还五十五 这块变一下 五十五 减去 对不对 现在这个程序 你看是不是一种潮状的结构 来 我们运行一下结果 下边的 Past 叫PB 哈喽这个人是男人 还有三十年就退休了 对不对 那呢 随便改一个 比如说 改个 女 对吧 改成 八十 对吧 嗯 那我们来 密听一下 哈喽这个人是女人 已经退休二十五年了 对吧 所以呢 你只要给那程序提供 男人还是女人 他现在多大 咱们就能算出他 他是退休了 还是没退休 还差多少年退休 或者退休多少年 对不对 就这样的一个小工具的 一个小程序 嗯 但这程序实际上 是没多大意义的 对不对 单单只是用他来介绍 潮状分支结构 潮状分支结构指的就是 在语卷里边可以再嵌套几层 就是这种的结构 嗯 那 咱们这些课呢 就介绍了 呃 潮状分支结构 那也就是分支结构的 所有情况 咱们都介绍过了 也就是 以后你不管写 多么复杂的程序 只要有这四种 分支结构 就完全能满足 你程序的需要 不需要第五种的出现 知道吧 分支结构 那我们再来 看一下 这个潮状分支的语法 大家可以 呃 如果我冠状片翻的太快的话 你可以暂停一下 好好读的这个文字 我在这里边就为大家读了 嗯 然后这块是一个例子 你看 大约六十 对吧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嗯 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些例子啊 好 谢谢大家 咱们这节课 呃 不光是潮状分支结构讲完了 咱们所有的分支结构 已经讲完了 嗯 那 下节课 咱们该做什么了 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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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不着急循环 因为呢 前面讲过了 控制 咱前面讲过了 变量啊 数据类型啊 类型 等等等等 很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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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还有什么预算符 分支 对不对 嗯 咱们到写一个例子总结的时候 哦 对吧 所以呢 咱下节课呢 咱们就呃 开启一个例子 把前面咱们讲这些串一串 好吧 好 好 谢谢大家 这一刻咱们就先到这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